好了,今天我們又講一下網購和實體店的經驗 因為我之前走過泰谷廣場,走過園芳等等 這些商場,其實我發覺近來那個 雖然購物氣氛不一般,沒有在Donkey那麼人山人海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那裡走,我能夠把一些貨品拿上手看看試一下 那個購物的經驗又回來了,有多開心 和之前去年的社會運動裡面,大家都沒有什麼心情來計 我覺得好像好一點,不過我走出商場的時候 又發覺其實手機動一動,很多宣傳傳過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東西,香港的實體店真的供應不到 無論是一些,我就不多買一些所謂的絕版或者限量版 但是有時候連一些款,可能因為香港店舖太貴 都未必那麼容易在店舖裡找到 周顯,這個其實是很兩難的問題 是,但問題是你找不到款,不是因為店舖太貴 是什麼呢? 你找不到款增加 哇塢太是來自 fez的 即是你一定要有很多客人才有很多款 最多款是巴黎總店 如果 Rush Aristosق 為什麼呢 因為客人排到進去 那你便款多 永遠都是這樣 你的市場大便便款多 市場細便款少 所以問題就是 你想要多些限量買 你想要香港多些貿易的話 或者多香港好些 你便希望走到進去 逼人的 那你的款就會多 如果你走到進去 商場沒有人的話 你便會沒有款 這是必然的 這個邏輯我是明白的 其實如果要將香港的零售市場做上去 那當然內地自由行 或者外國的遊客 都一定要回來才行 我想不要靠香港說外國遊客 外國遊客對於香港的興趣很少 大家經常以為外國遊客很喜歡香港 其實不是特別喜歡的 就算我們最喜歡的日本 外國遊客都不是特別喜歡日本 他們可能喜歡泰國更多 就是一個歐洲來到很有品味的 可能喜歡泰國更多 東京都只是香港人最喜歡去 香港 台灣 韓國的人喜歡去 所以對於香港有吸引力的 以前來說就是大陸 但是香港人對於大陸的 香港對於大陸的吸引力 亦都大幅降低了 因為是十年前的時候 香港對大陸 因為大陸可能去的地方 不是很多 那就可以有吸引力 但現在大陸名牌佔多了 去一些 就算在台灣自由行 都不會有很多大陸人來 你比較悲觀 我講的是實際的事情 你認識了多少大陸人 就是這些大陸人對於香港 現在的印象很差 千萬不要打算開了香港 開回自由行 就算自由行 都不會有很多人來 那我又和你有點不同 我覺得始終 香港譬如那個稅率低 或者他們感覺到 在買的正牌貨 這些 如果你說沒有太大改變的話 我覺得一段短時間 兩三個月之後 如果你說實際 兩地人民的交流 是多一點 又沒有什麼 一些不愉快事件發生的話 我又不是這麼悲觀 不是 問題是多一點 想多到什麼地步 多一點 一定可以的 你只要沒有疫情 你都可以的 但是香港零售 是不是都不會有很多 你要這麼想 第一 這個世界上 全世界零售都不好 有一種東西叫網店 很多人買名牌都可以做什麼 第二 你的零售 究竟你知道的意思是什麼 你想香港 以前香港零售業都很發達的 但是香港零售業發達的話 你去賣那些 我不說 你說不要做這麼好的賣子 賣那些本地名牌 還有賣國際名牌 即香港如果變成一個 跟世界的三流城市差不多 賣那些本地名牌 賣了什麼 那沒用 你當然希望有些外國最出名 世界性的大牌子 世界性大牌子 對不起我只能夠說 香港是貴兩成三成的 我去歐洲買 我去網店買 我不需要去香港買 網店比較便宜 我懂得有人 我這樣說不懂 買名牌的 我們在香港買開的 我們都是網店買的 因為網店真的便宜於香港 我們經常買 我買的沒有你那些那麼明白 我覺得價錢其實 因為現在香港都減得很厲害 現在講的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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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講的那些 那些限量版 那些 那些 你現在 那些 就是 就是 IFC 因為可能大家的購物 那個經驗不同 我買它比較便宜 所以可能香港有些減價 你來到 希望它高消費 如果大陸來到 不是高消費 但我想問 有一件事我覺得 香港的店鋪可能真的要想一想 就是說 那個退款或者 那個 退換那個 制度 因為 香港現在仍然 譬如你走到一間實體店去買的東西 你很少聽到 你可以三十天內拿去退款 但你在網店買 其實每間都有一個 退還的機制 而且現在 其實有很多網站 更方便到 如果你說退還的話 你只要 在手機那裏 有個二維碼 其實你去到 現在 兩間便利店 都已經可以還到 那些貨品 那這件事其實是否香港本身 那些零售商 到現在 都不是很 就是在這方面想得太少 我想網站本身的競爭力 就強過實體店 現在到今時今日 所以是很麻煩的 就是網站本身 你很難和網購對比的 那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來看的話 網購應該 未來還會再 輕盛一些 在香港 打破大家最初說的 就是香港因為 一到街就買到東西 那個觀念 是否這樣 香港呢 網購 大陸是沒有的 現在是因為 中國沒有一體化 如果中國一體化 沒有再慣後 那些店舖便完結 如果我們再說 從一些實體店 一些商場 那些 譬如 比較好的購物環境 其實這些幫不幫到手 會不會令到 那些顧客 都願意 因為想逛街 而有這個心態 那你不如問問 你不如問問香港的 那些零售 售貨員西面的話 那你會不會幫到 有沒有選擇到 那我就真的 我都明白你說什麼 那你不如這樣說 香港有什麼好 那些受課員 那些受課員 應該是香港的 受課員 香港的服務態度 應該是全世界 絕對是經過了 有無數的調查 全世界是最壞的 香港是不照鏡的 就是這麼簡單 人家全世界公認了 還有多少調查 香港人 你還可以說零售業 還可以說什麼 因為當初的時候 大劉德華拍那個廣告 拍了二十幾年了 就不行了 現在笑他 被取笑對象 今時今日 年輕人何時跟你說 跟你說 跟你說 文質彬彬 今時今日 年輕人誰說文質彬彬 是不是 你覺得真的這麼差 你是不是有些很差的經驗 如果沒有 就不要憑空想像 第一 我當然是見過很差 但問題是 他們自己差 不知道自己差 告訴你 不是 那些服務態度 整件事 我都去到高級的 高級那些服務態度 就比不上外國那些 OK 整件事 都油雲 明白嗎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人家外國 你去到 OK 這樣說 不要高級 人家去到外國 每個人 去超級市場 買了笑面 笑面 香港就全部西面 你經常用西字 不是 西面是這個 是一個 他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 是一個大專教師 大學教師 寫的一個劇本 叫做狂舞派 是非常之正派的劇 正派的劇 正派的人 非常之正派的人 非常之正派的人 非常之正派的劇 狂舞派 你知道那套劇 拿了獎 教育意識 沒錯 沒錯 是 那個男主角是七糧 那個男主角 就是很七糧 就是這樣 是不是粗口 但問題是非常之教育意識 已經是最好的 那那個算不算 我們先回去 回來 不是 你自己記不記得 有哪一次 令你感覺 在香港購買是很 嗯 很多次都是這樣 你舉一兩次來 否則觀眾又覺得你 只是在講意識形態 或者講一些 但又沒有實質的例子 這什麼詩人態 我講了很多壞的例子 你走到外國超級市場 隨便走進一間 隨便 再走到香港的超級市場 隨便走進一間 看看那個人怎麼對 你們就知道 那我又不太同意 我在超級市場 我覺得那些人不太差 你有沒有外國去過 那都有 你笑一下 Hi there 那些 你好嗎 你好 香港不是這樣的 你說是不是 香港都會跟你打個招呼 只不過可能沒有這麼熱情 那可能這個是中國人 大家比較含蓄 不是 我在大陸 靚仔 進來 你有沒有在大陸 在深圳 靚仔靚仔過來 喂 OK 看一下 馬里加馬里看 那些 原來你是這樣 為之好服務 人家幾nice 對你 香港這樣 真的不行 不行 你看人家比較 你不要說中國人 我就是在大陸 我心裡說多開心 靚仔靚仔進來 你不懂 多開心 那些是踢客 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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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踢客 是的 那好 既然周顯 這麼有這些的感受 我都無謂 跟他有太多的爭考 你都是笑得這麼開心就知道 不過我覺得他都對的 我想就算你說我自己覺得 香港的零售業那些從業 我就不覺得那麼差 但是大家仍然有進步空間 希望大家看完這一集之後 都能夠學到一下 不過我覺得見到周顯 叫靚仔就未必很適合 或者說先生 叫周顯叫我做靚仔 那我才開心 你現在無故叫陳姑娘做靚仔 他不開心 你當然叫我不靚仔的人做靚仔 是不是 好 拜拜 好